山羊林景观 看到那个牌子没有 现在这个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库车河的谷地 整个植被都 变化了 你看这个河谷里面都是这个很古老的这个山羊林 哇这个树都很大 这个整个地貌完全变了 植被也变了 到库车还有144公里 到前面要找地方吃饭了 几点了 吃两点半了 走走也几点了 也不快 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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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半了 你们这树 这树都有一点历史了 你看 天然的 山羊林 这不是护羊 这不是护羊 就是山羊 它不是干了里面有水 沾上的水 水流小了就是了 这不是它水流小了还有水 你看 你看 刚才比如说那个天上 山上下来的水吧 你看比如说 汽流嘛 对呀 都是汽流 这都是天然林 有水还有生命力就有了 不容易啊 这些树啊 哎呀 这个要是没有水的话 这就是一条干沟 扑车河 滋养了这个 一沟的 生命 山羊林 这边的这个带羊子的林看了很多啊 我们过几天到沙漠里面 就可以看到 成片大面积的湖羊林啊 跟这个树形 有的一比 历史都应该 很长久啊 我们现在就是 沿着库车河 一直往下走 走出大山 走出大山 就到了沙漠 哎 河流也就没了 哪里 不会吧 这个 这个沟里面还有雪 不可能 那哪是雪 热沟了现在 过来要热 这个海拔 这沟里面还有雪的话 这个季节 那沙漠 面积会坚持很多 那得要增加多少水啊 沙漠可以变更多的绿洲了 进入库车 这种做的 搞这个样子 大小龙石 大小龙石 哦大小龙石到了 那今天天气也可以哈 那我们那一次来的是什么天气 下雨 大龙石那下雨下的 下都看不到 下雨之后 没有啊 我们就在下着雨淋着在那棚子里面淋了下去走了 我们现在是等于进入了库车地界了 哎呀这个 目的地越来越近了 再多看几眼嘛 这边的这个 轻轻的绿色的山 再往前面走 到了库车那边 进入沙漠 就没有这样的地貌了